所有众生 这是将往生的众生 往生的条件 完全在信心 怨信 真信 真想去 这个条件就居足了 可是话说得容易 真信真想去的人还真不多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做一个测语 你说我这个念佛堂 七天就往生 不要说多 七天往生 召大家来念佛 你看看能不能召到几个人 就告诉大家 到我这来七天就要死了 看有没有人敢来 所以 口头上说往生容易 真的一些往生都把人吓到了 不敢去了 这是真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 真心 真求往生的人还真不多 真佛子不多 假的多 真菩萨也少 假菩萨很多 到处都是 这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 我们不能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要回光返照 想想我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是在哪一边 这个很重要 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这个真的 他真放下了 只要还有一些没放下的 那都不是真的 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看他想什么 他说些什么 如果还想一些 想的不相干的事情 说的也不相干的事情 那就不是真的 真的怎么样 他就想一桩事情 阿弥陀佛 你问他还有别的想的 没有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的一切事 一切境一切缘 统统随缘 没有一样不好 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对一切人 思误的关心 也都是多余的 为什么呢 过人有过人的业力 过人有过人的业力 过人有过人的愿力 哪个力量大 业力要超过你的愿力 你还继续搞轮回 念佛也不行 也不能往生 如果愿力 真正想去 超过你的业力 你决定得生 这个权操纵在自己手上 不在别人 不是阿弥陀佛做主宰 阿弥陀佛来建议你 条件还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来 菩萨大发传来了 你愿不愿意上去 愿意上去的 就多了 不愿意上去的 还得搞轮回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世间法 出世间法 都操纵在自己 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 佛菩萨做不了主 上帝也做不了主 阴落王也做不了主 谁做主了 自己做主 这才是真的